我們近年大家都會聽見很多會說糖尿病 最近有新聞人物是因為糖尿而離開世界 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是一個很普遍的 所以我們鼓勵大家早點去知道 因為我們的數據知道很多發現有糖尿病的時候 身體血糖已經偏差了隨時五年 其實在那段時間已經對血管有一個破壞 所以我們鼓勵至少40歲以上的朋友 定期都去驗血糖 看看血糖有沒有超標 讓我們可以盡早去干預 去減低血糖 因為血裡面的糖分高 而去對身體各種血管、大小血管的破壞 現在實際上我們有效的藥 是可以幫助我們去處理和控制糖尿病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吧